可愛的花園蔓 還有各式水母 標本也要認識哦 從不同的面向 認識海洋生物 進而重視海洋議題 為環境保育而努力 基隆商工航電科與資訊科 配合環境部與海科館推行的 推動青年綠色旅遊專案計畫 帶領學生進行綠色旅遊 參訪海科館 造訪綠色景點 環保餐廳 實踐環保減碳的教育行程 符合政府的一個預期 那搭配就近的一個資源 其實是在地最好的一個福氣 那也希望從這樣的一個活動過程裡面 那讓學子們可以重新的認識環境 那讓每一個環保的種子再重新萌芽 環境教育是將環境行動經驗 融入於學習活動中 海洋教育則是教我們怎麼保護生態環境 然後在地資源利用是 教我們不要亂丟垃圾 保護地球這方面我覺得是可以提升 大家人們對於環保這方面的意識 然後海洋教育的話可以保護海洋生態的環境 減少塑膠的污染 在地資源的利用的話 我覺得不僅減少了環境的影響 還支持當地的經濟還有生態平衡 這三個方面幫我們推向更環保更永續的未來 從航海時代特展 台灣是世界的台灣出發 再透過智能海洋館沉浸式的海洋VR體驗 海底世界直播 近距離看海洋生物等活動 感受海洋的重要與美麗 在深度旅遊的同時 一起守護在地環境與地方文化 記者蔡小鈞 基隆報導 能否 呢 未經濟